屁股不敢對 我是QMO 我是QMO QMO在之前的短片 有說到 QMO要做一個教學的短片 以後呢 會盡量拉出來在室外 做一些教學 跟一些實際上的 QMO個人的經驗會覺得 比較好用的一些動作 那以後呢 會有比較多都會在戶外 在戶外 那今天QMO要講的呢 會講最主要是三個點 第一 是握 你怎麼樣快速的握倒 第二 你怎麼樣爬 你該注意什麼 第三 你怎麼從地上起來的時候 你怎麼注意到 怎麼樣起來你才能快速的 快速的起來然後趕快移動 OK 我們分三點 QMO會做一些簡單的剪輯 OK 好 那當然免不了的 大家如果記得你在活動場上的時候呢 眼鏡要防護 還有 你當然啦 頭要防護一下嘛 對不對 不要今天你今天來野外場打 然後 黑頭髮也蠻明顯的 OK 好 那QMO現在開始示範 好 我們今天示範第一個 你怎麼樣 怎麼樣握倒的時候 你今天遇到敵人的時候 你怎樣握倒是最快的 是最快的 基本上有兩個方式 我先示範第一種 今天你持槍在叢林的時候 盡量保持你的低姿態 盡量 然後你今天突然 遇到槍聲 來的時候 第一個 你聽到槍聲 你要趕快握倒的時候 第一個 先把你的右手 把你的右手 往前 抓住你的槍管 不管你今天是什麼槍都一樣 抓住你的槍管 之後 另外一隻左手 往下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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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順勢往下倒 順勢往下倒 OK 這是第一個方法 這是第一個方法 好 來我們正面再看一次 你今天 先做這個姿勢 你今天在搜尋敵人 砰 有聲音來 抓住槍 破倒 了解 你今天 第一個 伸手抓住你的槍 往後推 就躺 倒下去了 懂 往下倒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 第二個的方式呢 是如果你今天在 跑的時候 你突然要握倒的時候 一樣 要注意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你自己要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好不好 不要臉著地 你先往前跑 跑跑跑跑 這時候呢 你跑的時候 槍基本上是這樣子拿著 或者是這樣子拿著 都OK 沒關係 但是你往下的時候呢 你的槍啊 是拿來打的 他也可以順便保護你 要不然你就丟掉他好了 這樣你會比較好握倒 如果你的槍很容易壞掉的話 基本上來說是應該要這麼做 你跑我要快跑 我要到達我的眼閉屋 快跑 趕快握倒的時候呢 兩隻手往前 呈現這個姿勢 呈現往前 總共往前推的姿勢 總共往前推的姿勢的時候呢 總共保護你 保護你的頭 往前推 我做一次 好 跑 喔 跑 你就 兩隻手肘往前推 包括你的槍 往前推 準備好 你就落地 齁 就落地 OK 再一次 你先再跑 你先再跑 你再跑 記得兩隻手肘要吹出來往前 往前 往前之後順勢握倒 順勢握倒 來 跑 懂 你必須要把兩隻手肘出來 喔 我們看橫向的 來跑 懂 這就是比較快的 如果你今天要做快速的握倒的時候 記得 今天你要把你的 你的另外一隻手 推出來 往前 往前倒 OK 而不是第一種 你今天 欸 我要快一點趴下的時候 快一點的時候 就 抓住 往後收 然後 往下撐 再往後倒 OK 這是它不一樣的地方 這一串 真的會喘 好 那待會呢 我們等一下來講 第二個 你該怎麼爬 該怎麼爬 可以增加你最大的速度 最大的速度 OK 來 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要來談的就是說 你在握倒 好 匍匐前進的時候 你握倒 有人說是浮行 或爬行 其實是 趴在地上 匍匐前進 匍匐前進 不過呢 在你 在爬之前呢 QMO跟各位 就是說 講幾個小訣竅 第一點呢 就是 你記得 你當然防護器具一定 那我還是建議很多人 如果你今天 你是以後呢 打叢林站呢 或者是 你比較喜歡爬 爬來爬去的人 QMO真的建議你 你可以買一條像這一種 這個護脖子的 那這種護脖子 這種彈性的呢 就是 其實網路查很多 很多 我沒有在說 我沒在說什麼 那像這個呢 有個好處是在於 你先帶進去 平常你可以保護脖子 你在爬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拉起來 拉起來遮住你的 遮住你的口鼻 遮住你的口鼻 為什麼 因為當你最接近地上的時候呢 你在爬 很容易會吸進灰塵 吸進地上的灰塵 甚至有一些樹 還有一些花粉 就是細細微物 你先吸進去的時候 當然你感覺不舒服 最主要的是 你吸到你會 咳嗽 你要是一咳嗽的話呢 很容易在你今天在浮行的時候呢 你就會被敵方發現 敵方發現 這是一個 小訣竅 小訣竅 那待會呢 我等一下會請 我的那個 槍友 好朋友 他們幫我拿一個鏡頭 然後照一下 那QMO呢 就一邊講解 一邊做動作 好我們現在來第二段 就是我們實際上 我們來匍匐前進 QMO做一次 QMO做一次 那匍匐前進呢 在這邊呢 QMO一趴下去之後呢 會跟大家講一些 比較細部的動作 好 你匍匐前進之前 要先從臥倒開始 好大家看 來 我往外走 你照得到我就好了 我們先從第一個 你簡單一般 持槍臥倒的姿勢 持槍臥倒 我們來看側面 把你的右手往前伸 抓住你的槍 往後推 之後 手放下的時候 順便往後躺 往後躺 那這時候 你要開始伏進的時候呢 請我給大家建議 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 是比較傳統的 你可以把槍拿到你的前面 拿到你的前面 然後 移動你的手肘 移動你的手肘 記得你在動的時候呢 是你的右腳出力 你的右腳出力 把你的右肘往前推 這樣子你才能夠推得夠遠 然後推完之後呢 你的右肘順便把身體撐起來 你的左腳發力 再往前爬 喔 當然是一個動作 那當然你也可以後退 你也可以後退 那這個要決的重點是什麼 這個要決的重點是 你在爬的時候 你要把你的肘 把你的身體 你的肘 你要把你的身體頂起來 頂起來 你身體騰空的時候 你才爬得快 來 來 QMO爬一段快的 好 來 這是快的 另外一個方式呢 就是 是你今天持槍的方式 右手不一樣 為什麼 你剛才是這樣子爬 有時候 你遇到一些比較大的樹枝 我們可以看到有樹枝 有樹枝 你不容易通過的時候呢 QMO給大家一個建議 你可以 這是玩具槍 真槍不要用 你可以用你的手 抓住你的槍管 抓住你的槍管 按住你的槍口 不為什麼 因為 你今天在叢林爬的時候 槍口很容易進東西 你等一下突然拿起來 你要開的時候就塞住了 壓住你的槍口 把你的槍拖醒 跟著你走 好 我們來看一次 還是一樣 我們先從這邊開始 我們 不把槍拿來前面 我們把它拿到後面 把你的槍口堵住 堵住 堵住之後呢 你就 把你的槍拖得走 可以越過一些 你比較狹隘的地方 一樣拖得走 一樣拖得走 拖的時候呢 讓你的槍 的彈匣 朝上 不要朝下 下就勾住 好了 盡量朝下 去爬 去爬 OK 那爬的時候呢 重點是 屁股不要翹起來爬 一定要整個貼平 想像 你上面有一個鐵網 齁 你今天就是要爬過去 你不能把屁股翹高 OK 好 來 繞上 所以呢 這就是 第二段 我們怎麼 怎麼匍匐前進的部分 那待會呢 我們第三段呢 我們會講到 你怎麼樣從你 趴在地上的時候 你起來的一個順序 是怎麼樣 才能夠幫助你 第一 不受傷 第二 能夠更快的起身 OK 那我們現在齁 Q媽來跟大家講 我們第三段 第三段呢 就是 當你在地上 匍匐的時候 你到達定位的時候 你應該要怎麼樣站起來 那站起來的選項呢 基本上有三種選項 第一種選項 來 我們剛好看到這邊有一棵樹 你握倒 匍匐到你的 遮蔽屋後面 你起來 躲在你的掩體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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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種 第二種是你 匍匐前進到某個地方的時候 你必須提槍 你要開始跑 你要開始跑 你怎麼樣做你的準備動作 才不會讓你 受傷 然後你的反應可以快一點 OK 那我們現在 先來做第一種 就是 你今天 爬到你的掩蔽屋後方的時候 你應該要怎麼樣起來 你應該注意一些什麼東西 好 我們來做 來 好齁 順便 QMO一邊做齁 還是QMO把之前的一些動作再帶過一次 帶過一次 帶過一次 第一 我們還是講 如果你今天 是在正常的狀態之下 你要開始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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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把你的手 往前抓住你的槍 抓在哪裡都可以 抓住你的槍 把你的槍往後推 往後推的時候 這隻手順勢 你就往下握倒 你就往下握倒 握倒之後呢 你就開始 就開始 伏伏前進 這是剛才QMO講的第一個方式 把你的槍 橫在你的前面 或者是把你的槍 壓住你的槍管 拖在你的身旁後面 拖在你的身旁後面 這是第二種 OK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伏進 我剛才跟大家講的 記得 你的肘 盡量把你的身體撐起來 你這樣在爬行的時候呢 會快一點 好我們爬行 爬到最後 我們來講第一種 這是你的掩體 你現在已經看到它了 這時候呢 你要怎麼樣站起來呢 大家注意一點 你站的時候呢 因為掩體這麼大 假的它更大 Anyway 如果你更大的話 它的遮蔽就這麼多 你要先把你的 你的左腳 除摸是右撇子啦 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要探這一邊 你就伸右腳 你要探這一邊 你就伸左腳 OK 伸左腳完之後呢 記得 把你的槍往後 先帶到旁邊 帶到旁邊 你這隻腳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 把你的身體 稍微往你的 障礙物撐 撐過去 這時候你現在已經變得 有點像是爬的狀態 然後這時候呢 你兩隻腳 膝蓋都已經撐上來了 這時候 你再慢慢挪動 然後把你的左腳 因為我要探這個方向 我要探這個方向 把你的左腳往前踩 踩到這個地方 這時候你人已經成為一個蹲的狀態了 這時候趕快把槍拿起來 做瞄準的姿勢 做瞄準的姿勢 OK 這是分解 那時候做快一點 是像這樣子 我們先說 找找找找找 筷子爬 好 你現在要到你的隱蔽物了 好 先拿著 撐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OK 這是第一種方式 你今天要到你的隱蔽物 你今天怎麼爬起來 怎麼樣爬起來 第二種 你今天在爬的時候 你要往前跑的時候 來 一樣 我們現在朝這個方向 往後推 握倒 然後爬 一樣爬 這時候 也許這邊有草 你現在往前方那個目標跑的時候 記得第一件事情 一樣 先把你的槍 摸到旁邊 把你的身體撐起來 記得一定要撐起來 但是 盡量不要把你屁股抬得太高 不是 是盡量把你的身體撐起來 撐起來之後 假設這前面有一個草叢 大這麼高 撐起來之後呢 兩隻手固定好 把你的後面兩隻腳 慢慢往前挪 挪挪挪挪 把你自己挪成 有點像跪的姿勢 跪的姿勢 這時候你看你的姿勢還是很低 之後把你的槍拿起來 拿好之後呢 這隻腳是跪姿 把你的右腳伸過來 踩住 就是不管你要用幾步 把你的左腳 最後要踩出來 你的左腳一定要踩出來 成一個蹲姿 你可以在低一點都沒有關係 當然Q模式站高一點 這不是戰鬥蹲姿 這不是國訓戰鬥蹲姿 這不是國訓戰鬥蹲姿 為什麼 因為你要開始跑 這時候呢 你必須一定要讓你一隻腳 一定要蹲好 你不能這樣子 就想要直接起來跑 這樣會容易受傷 盡量都是讓你的腳 有一個支撐點 之後 準備好一二三起來 你有一個起身的力量的時候 再往前跨步跑 你這樣子跑起來的速度才會快 比較不容易受傷 那Q模式做一次快的 來 不好意思這邊照過來 Q模式做一次快的 還有三公公 呃 你站這邊好了 因為我往這個方向跑 好 我們今天一樣 我要開始做這個第二個的連續動作 走走走 桌槍 握著 爬行 趴趴趴趴趴 我要開始跑了 踩住你還是斜的 槍抓好 你這樣就跑出去了 你這樣就跑出去了 OK 記得你的腳 一定要 把腳踩穩 你踩下去跑 這樣子 你才能夠跑得夠快 而且不會受傷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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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呢 就是Q模式講到 謝謝我的好朋友 謝謝我的好朋友 幫我抓這個鏡頭 可以這樣子拍那麼近 今天就談到我們的 怎麼樣握 怎麼樣爬 跟怎麼樣起身 接下來的動作 以後呢 Q模式還會繼續呢 拍一些影片 一些比較實際上使用的影片 給大家做參考 好 謝謝